我们此时做的不是一个零件 而是一个标准 把它做好还不够 更多的是要把它做得更加精细化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每一个工件的加工都要去反复地检查机器 是否运转正常 水路的流量 钻头的稳固性 以此来确保机器的工作质量 每一次的安装固定都需要手动去确认 工件尸头安装网固 必须保证在作业过程中 会出现松动的情况 刀具的下落脚步 以及水流的流向 都必须根据严格的标准来执行 只有消除所有的安台影块以后 才可以启动机器 开始对牙龙的钻脚工作 刀具的每一次上升下落 都会带起一条细行的枕花 而且也意味着 工件的上一个组织 从钻脚完成 自动化机器操纵着刀具 在工件上进行均匀的钻脚 但此时需要时刻注意 以机器的工作状态 以续保钻脚工作的设计完整 直到工件上固满了铺共 并且刀具开工件并停止钻动 工件的钻脚作业就结束了 无论是在产品设计 原材料选择 还是在制造过程的 准确的特量数据 都是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的关键 这就是真正的标准